我们还是站在启蒙馆这馆里边啊 这一展柜出现了琳琅满目各色的瓷器 哎有青色的还有花里胡哨带金的 十七十八世纪手的东西 但是呢您注意看风格呢 这边有家族的族徽 下面呢这右边呢还有一位呢 英英国的或者法国的也好呢 欧洲一位贵族军官的样子 底下这上面呢出现了各种国旗 哎别小看这建筑这是哪呢 广州的十三行 当年只有十三行才能出口东西 再往下您看还是有族徽 这花里胡哨的样子呢 根本就不像中国的瓷器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东西呢都叫外销瓷出口瓷 中国的瓷器 欧洲人呢一直没能破译我们的二元法 到了十八世纪才会解开这种秘密 所以他们特别喜欢中国的瓷器 比他们的桃呢坚硬 而且呢耐热 怎么办呢 我出我呢花钱把我的样子拿过来给你 你来设计出口给我 这是不是全世界较早的OEM了 那有人就问了十三行这大碗是干什么用的 据考证这有可能是宴会当中拿来装鸡尾酒的 那这么大一盆鸡尾酒是不是够很多人喝了 别看外国人老爱喝酒 其实他们酒量呢真的都不行 半瓶二国头喝不下去 人就晕太了 那我们看到这些出口的OEM产品 是不是能为我们的中国瓷器文化而感到骄傲呢 谢谢大家